在千年的时光里 无数人来到这里 无论是定居下来 还是短暂的停留 他们的印记都在这片老街区当中 积淀下来 成就了赣州这座千年古城 不朽的文化底蕴 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位贤者 他的到来改变了赣州 教化着赣州 人们说他不是赣人 圣死赣人 他就是一代新学宗师 王阳明 这座文气充沛的庭院 就是预估台下的阳明书院 五百多年前 王阳明来到这里 也正是在这里 他的新学得以发扬光大 明朝中期 赣州周边道费横行 朝廷多次派兵围剿 匪道却依然猖獗 明正德十一年 王阳明临危受命 担任南干巡抚 在此之前 他已经在贵州农场悟道 体悟道 新才是世间万事万物的根本 由此创立新学 而新学最重要的思想 就是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呢 那就是把知识 对一个思物的了解和实践 统一起来 赣州被世人公认为 王阳明立德立功立言之地 也是他文治武功的实践之地 这次消除匪患 就是王阳明最好的一次理论实践机会 在王阳明看来 破山中贼义 破心中贼难 百姓生活的困苦 才是倒费驴角不灭的根源 他认为 人人心中都有良知 人人都可以做圣贤 只要有为善的条件 人人都会向善 这种治良知的核心思想 就是王阳明治理盗匪的方向 他先派出几路骑兵 剿灭几火汉匪 接着他又写了一封 告语利头朝贼 对于没有犯下大错 弃案投名的盗匪 可以原谅罪责 继续冥顽不灵 为非作歹的一律轻角 这封信个个击破 一下子就把集火盗匪分成两派 良知对内心的拷问 让这些盗匪或选择投降 或帮助王阳明对付其他汉匪 仅仅一年时间 肆虐江西福建数十年的匪患 就彻底消除 不过王阳明却清醒地认识到 指清小盗匪不过是治标不治本 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出改变 很快又会有新的盗匪出现 他实行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 让老百姓安居乐意 比如难干相约 再一个就是讲学 就现在我们这个杨明书院 童天岩 包括在渝都 在安一远 他在这里教化百姓 讲学 实际上就是新学思想的一个实践 就是知情合一 心及礼仪 世上念 这就是王阳明一生所强调的知情合一原则 在他的治理下 赶州更加兴旺 百姓生活富足 接续渐贤思奇的传统 王阳明也再次跟林玉孤台 当他远望四野 心中的思考再上层楼 此后他又提出了 心存良知 虽凡夫俗子 皆可为圣贤 知者行之始 行者知之成的全新认知 王阳明的新学 从此成为经典 对中国文化的演变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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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